我是师哥,我在宁波,我在这家宁波,我在宁波的宁州区,东部西市这边,我逛街准备啊,带你们看今天宁波街头啊,大概什么情况,走,我现在位置啊,在宁州区的圣波路这边,这条路啊,叫做宁东路,意思就是宁波东边的一条路, 我右边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学校,给你们看这个学校,里面豪车非常多,奔驰宝马非常多,这个学校就叫做贺德实验学校,不确不配,宁波银州贺德实验学校,这是一个高级的私立学校,看到没有,贺德银州实验学校,非常厉害, 这是学校大蒙古,在这里上学的这个学生啊,恢复机会 一年的学费啊,非常贵,今天还在老外 你不要看这个大马路啊,这么宽阔,但是一到晚上,放学的时候啊,这边全部都停完好车了,直接霸展一个车道,不信你可以来看一下 来接孩子的这个车啊,就没有低于50万的,BBA是比较差的车了,这里有公交车站,叫做宁东路,圣墨北路 这地方晚上还是有很多学生自己坐公交车的,因为有些家长啊,实在太忙了,没时间来接孩子 给你们看,这个宁波的这个卫生啊,这个地方可是离市中心非常远 但是,路上没有一丝的这个垃圾纸纸,非常不错,这个卫生 不愧是国家卫生城市 路准备,直接往前走,走到前面的高楼那地方 就是,东部星辰的核心区了 不想坐地铁,因为地铁只要两个占入 这个路边这个树啊,居然留一片叶子了 新种桥木,一岛福 冬天的叶子都掉完了 给你们看,这个浙江省第一高楼 就在我的前方,明波中心大厦 上面这个玻璃木墙啊,也快挂完了 即将封顶 我们今天往前走 给你们拍一下这个树,这树上面还挂满灯笼了 因为啊,马上就要过春节了 几个河边的公园 这个河水好像长得还挺高的 你看这个都快烂到这个岸上来了 这几天还没这么下雨,只要十一下雨了 估计就把这个河道都淹没了 那边还有一座造型非常奇特的桥 钢铁桥 这边啊,路中间都种的是这个叶子树 是不是感觉来到了这个海南 实际上这是在宁波,不是在海南 你们看这边的风景还是不错的 这就是河景房 一条小河 好的,这就是宁波银州区的洞沐新城 街头现状 我准备啊,一直走到板机 好的,过了这个福庆北路这边啊 这里有一条更大的河 这边这个建筑造型也是比较奇特的 下面是镂空的 这边啊,瞬间就感觉进入到了城市 来到了新城区 这个草有点 有点面积有点过大 这个可以修缮一下 这边就是宁波的金融中心了 有很多银行的总部和这个高科技的企业 准备从这个下面走过去 这个上面啊 有一些布道 这就是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的一个建筑楼 这边还有一些政府的机关单位 好的 视频啊 要不就给你们拍到这里吧 就拿着運喷 它就把把这片子舍在到封场 然后呢 去这个新入住